狐狸猫有一杯30度C200毫升的水 现在想要泡一杯热奶茶 奶茶粉上的包装标示 需使用80度C以上的水冲泡 假设此过程中的热量散失可忽略 请问 1.至少要加入多少毫升100度C沸腾的水 才能达到80度C 2.至少要加入多少毫升100度C 加入水后 狐狸猫重新测量水温 发现水温只有78度C 请问 在这混合的过程中 散失了多少热量 在这个题目中 狐狸猫将30度C的水与100度C的水混合 混合过程中 100度C的水会放出热量 30度C的水则会吸收热量 因为题目假设热量散失可以忽略 所以100度C的水放出的热量 所以100度C的水放出的热量会完全被30度C的水吸收 100度C的水 才可以使混合后的温度达到80度C 分析完题目 让我们一起利用热量公式 算出30度C200毫升的水 上升到80度C需要吸收多少热量 热量的公式为 H等于M乘以S乘以Delta T 质量乘以比热乘以温度差 水的密度为每毫升1克 所以200毫升的水质量为200公克 30度C的水上升到80度C 温度差为80减30等于50度C 而水的比热为1卡克度C 有了以上这些资讯 带入热量的公式 就可以得到吸收的热量 等于200乘以1乘以括号80减30 接下来 假设需要加入M公克100度C的水 同样利用热量公式 可以列出100度C的水放出的热量为 M乘以1乘以括号100减80 最后因为吸收的热量等于放出的热量 就能计算出M等于500克 也就是说 狐狸猫至少要加入500毫升100度C的水 才能让混合后的温度为80度C 不过为什么狐狸猫用温度计测量 混合后的水温 却发现温度低于80度C呢? 这是因为在实际情况中 100度C的热水温度比室温高 因此混合过程中 有部分的热量会散湿到空气中 不会完全被30度C的水吸收 如果没有热量散湿的话 混合后的水温应该是80度C 但现在混合后的水温是78度C 表示有些热量散湿了 混合后的整杯水 包含了500毫升的热水 和200毫升的冷水 一共是700毫升 因此 散湿的热量为 700乘以1 乘以括号80减78 等于700乘以2 等于1400卡 也就是说 有1400卡的热量 在混合的过程中 散湿到空气中 原来有这么多的热量散湿了 你答对了吗? 如果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hhhh 我可以赶紧